早晨9月20日的金融市场 市场处于观望的状态 今晚美国联储局的议息 耶伦对加息和缩表会否发表 今晚有更多一件事要看 会否有暗示他想留任 大家都在看他自己想不想 早两天有记者说英国央行长卡尼 竟然出现在白宫 说他可能是去见公 可以找外国吗 卡尼本身是加拿大人 我也去英国做什么 现时此故事很低 卡尼说现在美国在加息 加拿大有加息 英国有加息预期才能串联到故事 我认为中心紧紧 现在FOMC议息会议 大家对于加息没什么期望 不加息是否会缩表 近期无论欧洲日本也有打退堂股的说法 大家也应该有减少QE或停止QE的时间表 是否代表今晚FMC会议会否有关 大家记得耶伦作风会按步就班做事 即是任何决定 当然一句绝话当然是市场决定 但反过来无论在失业率认为指标 通胀指标甚至缩表的时间表 或加息兆监表都有一个说法 今晚大家也要看 要是模糊代表想留任 否则是否应该会这样说 既然你离开了当然会说出身后事 今晚议息会议会给予未来的方向 而且大家更加要注意 近期美元的弱势似乎 最多只是说不下跌 可能是联邦储处局何时的议息会议 都给大家加息预期 都令美元出现转向动作 在前面的加息动作 但6月开始没有了 就是因为你告诉别人缩表 即是这样 既然你上次给了一个模糊答案 你有否今次要给我表现肯定的答案 所以大家仍要注意 今晚议息会议会议会议 可略 当然特朗普又要还击 放下嘴炮 这次说要不得不自卫保护盟友 彻底摧毁朝鲜 用了花名 这次是火箭人叫肥仔金做 他在实行自杀式任务 早前特朗普跟很多国元首 因为北韩问题有通电话 之前因为再射多次导弹在日本领空 跟安倍晋三聊电话时间有提过这个名字 是科箭人的名字 想代表什么是这个戀国 因为他射完火箭 在他头壳顶 所以他跟日本人说了这些 也导致日本新边防长官 认为北韩已经拥有核武器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昨天或今天星期 联合国周年大会 大家都知道美国时间星期二 特朗普会在联合国说话 亦预计他会说相关不寒的事 但大家要顾及多一个问题 当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这个会议里面 他亦有很大程度上 将美国优先如何带入联合国地改革 美国优先本身都是很大的改革 他亦有暗示到 究竟联合国如何重新振作 再发挥联合国的重要性 如何将成本分摊 联合国的基本费用佔了22% 美国曾拖欠很多次联合国钱 当时越南难民 美国佬没有付钱 令联合国没有付钱 当时发生过这些 大家会留意到 他会说了很多有关联合国如何分担 当然要找其他有钱人付钱 中国也会成为目标 这次中国没有派最高领导人出席 只是派外交部长王毅去 另外梦克尔也没有去 两个十九大一个要搞选举 但昨天特朗普所说的这件事 他没有特别新意 只是名字比较巧 市场没有特别动 大家放完嘴炮都是一笑自资 大家希望在子女行间 想怎样惩罚北韩 会否有新的界线 因为现在很模糊 我什么都做了 你又说打我 我做了 他什么都做了 但他什么都没有做过 所以大家会知道 他这样说 只是想说是别人按住我不让我动手 不是我不想打你 他按住我的手 否则我想付钱 但他不让我付 而且大家也要知道 他会否因为今次 会付到一些 包括南韩和日本 更多的所谓防卫责任 这几样东西都会在昨天 我们看看特朗普在 联合国大会里 会否付到这几样东西 他最主要是说 总之你放心 我便会保护朋友 但暂时来说 就算你昨天说完之后 也不会觉得 事件会有任何升级 反而要看北韩会否动手 因为他会报复 而且大家也要知道 为何今次他在里面 没有什么骂大陆 因为大家要知道 现在看中朝边境 似乎是很大件事 很多货物堆积 很多人都用这方法去研究 这段期间很多传媒 就去那些地方拍摄 对面有什么 有没有做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 究竟这件事会否突显 北韩的缺水危机 大家可以留意 缺水就不会浪费 有很多钱去射多粒蛋 很贵 近期就要收敛 另外个股收息方面 陪伴很多人成长的玩具反斗城 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似乎是另一家被电商大势 压夸的零售商 大家也要知道 真的玩具反斗城真的很久 大家会知道 差不多是很多所谓发展的城市 差不多是必备的乐园 而且有很多独家产品在那边买 为何突然之间出现这样的状况 很多人说是因为电商问题 但如果真的看回 可能实际上未必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原来最主要问题是自己问题 就是因为想搞上市 之前大家会知道 想再增加集资 会有很多新的战略性投资者入伙 那些人只会想想怎样谷大数据 令到我可以继续买多些钱 或者搞多些东西 其实玩具反斗城你自己也有网上销售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 这可能突显了 在之前的量化宽松底下 很多大企业拿了很多低息资金 不断乱用 而导致到现在会有这样的状况 包括特斯拉也好 或者现在我们看到的玩具反斗城 除非你真是达到那个目标 例如玩具反斗城 你可以更加国际化 或者更加集多些钱去做其他东西 否则会附上之前的战略性错误 附上一些结果 但是不是真的会继续呢 如果继续了就很浪费 很可惜 但这段时间 其实还有机会给一些白武士 或一些公司来做收购 留下个名字也好 他们的名字也好 他们的品牌真是数十年 大家都耳熟能长 如果没有了就是可惜 希望来近时有些转机 欧洲消息方面 据消息报道 欧洲央行有些官员 10月究竟QE具体结束日期 出现了分歧 似乎有机会QE方面未必缩 欧洲央行很早已给了 他们自己的时间表出来 由9月的议息会议和12月的议息会议 都明确说到 究竟他会在那时间决定量化宽松未来的将来 正如今所说的问题 但近期会出现一件事 无论点定时间表也好 都有一件事 成绩是怎样的 我做这件事是为了救这些事 当然我们亦见到好像最近说是好的 但持续性行不行 老实说预期结果也不算很理想 而且大家会知道 现在的量化宽松是欧洲央行加码之后的量化宽松 所以大家也要看 即使要检讨 是否只是加码的 还是整个都检讨 所以才会导致大家想 未来的量化宽松会否有什么变数 另外看看英国消息方面 脱欧谈判似乎一直没有什么突破 中间阻滞重重 有传Terrisa May肯科水赔分手费 这件事亦跟外交大臣Boris Johnson的意见 很分歧 有传Boris Johnson会在周末提出辞职 英国有软化迹象 而且看科水 有1000亿分手费 现在分手还要连年付钱 因为要选择性参加欧盟组织 但现在完全脱欧 所以才会出现英国外交部长 是脱欧派 不是因为他整件事都不会发生 不负责任 不过他们太理想化 想要谁模式 但事实上欧洲会接受 是你说走没人逼你走 所以大家知道为何最近有多事发生 有恐杂、分手、脱欧、阻滞重重 分分钟会否脱不成 脱一定会脱 但问题是后面有什么要拖住 这几件事我相信会发生 事态会发展 似乎是峰回路转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记得留意今晚联储局议息的结果 时间差不多 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见面